好月中晶片戰越打越凶 真的可能完全的兼閉親眼 是昨天是美國的國慶日 所以中國送給美國一個大禮 就是去封殺這兩樣重要的這個金屬 一個是加一個是折 剛剛從影片裡面我們也看到了 歐盟已經把它列為是重要的戰略物資 那尤其是中國在這兩項金屬上面 都掌控了絕對的生產權 生產量跟這個運藏量 其中以這個金屬加來說 它全世界的出口量 市占率高達94% 那這也占了83%之多 如果以運藏量來說 加的運藏量 它也是全世界最高的 市占率高達68% 那移者的部分它是第二高 僅次於美國 美國是45% 它是41% 所以呢 這一次呢 出乎大家意外的 因為大家過去這麼多年來 大家一直想說 中國會不會在稀土 這方面去做一個限制 結果它並沒有限制稀土 大家知道加根者 並不是屬於稀土元素 雖然它的產量 這個世界上的運藏量並不算少 但是呢 大家都不去開產 因為大家想說 過去跟你中國買很便宜嘛 所以呢 包含美國在內的 這些世界先進國家 通通都是跟中國買為主 所以才會造成中國這麼大的市占率 那現在中國突然宣布限制出口 最直接的影響 當然市場就漲價了 我們要特別去注意到 我剛剛講到 中國故意挑美國國慶日 你是放假的時間 我宣布這件事情 但媒體的焦點是說 在葉倫訪問的前夕 我覺得那個都其次 針對美國國慶日 這個是非常故意的 因為美國放假 而且這件事情 事先完全沒有任何事先的訊息 你就公佈這件事情 我讓美國你在放假的第一時間 你沒有辦法去回應這件事情 我覺得這個時間點 是非常非常的故意 好 那所以這件事情一來之後呢 那接下來大家第一個 首當其中就看到 葉倫接下來你要去訪問 7月6日你就要去了嘛 那你葉倫面對這樣的事情 你該怎麼去回應 那當然今天晚上 美國股市的回應 可能就是更直接的 那當然政府怎麼回應 是鈴鐺別論的 那相關的產業 大家就開始緊張了 尤其很多這些外資機構 只要我在中國有設廠的 尤其這些半導體相關公司 在中國我能買就趕快買吧 因為禁令是8月1號開始嘛 那所以我還有一個緩衝時間 將近一個月的時間 所以我就趕快買 所以呢 因為國際市場 因為美國大市場嘛 所以還沒有報價 我們看不到直接的價格反應 在中國市場的部分 其實都已經漲上來了 所以這是我們要去注意到的問題 那剛剛提到說 這直接的衝擊到底誰會受到最大的影響 我們剛剛說其實在主要國家都在跟中國買 如果以去年的數字來看 進口從中國進口加最多的第一是日本 第二是德國 第三是荷蘭 那進口者第一是日本 第二是法國 第三是德國 美國是排第四 好那講了半天這兩個金屬到底有什麼重要性 剛剛其實在這個影片裡面其實大概有簡單的提到 其中我們先談到加 加其實在我們過去節目也常提到就是第三代半導體 碳化加最主要的原料 的原料嘛 好所以第三代半導體用在什麼地方 第一個就是側用的半導體晶片 那再來通信晶片 再來還有LED 尤其是在充電這塊 我們現在很多不管是電動車也好 或是手機都有所謂的快充 快充基本上都要用到單化加 所以如果這個東西沒有的話 那你是不是以後你充電又要回到一充好幾個小時的時候 這是第一個要注意到 那摺的部分呢用途就比較沒有那麼多 最主要就是太陽能的部分 所以大家如果看到今天台股的反應 我們就可以看到今天台股的太陽能公司 哇就有人大漲有人下跌 漲的是說哎呀沒有問題 我沒有跟中國進口 我跟日本進口 請拍謝 我日本也是跟中國買的 你只是直接跟借借 我們剛剛說的嘛 中國產量試占率 一個九十幾%一個八十幾% 你去哪裡買不是中國生產的 太困難了嘛 所以說基本上 這就是當下所面臨到的問題 那剛剛我們提到 這個東西實際上全世界的運藏量並不是那麼少 只是大家過去基於成本都跟中國買 所以呢我個人判斷 最直接當下的反應一定事先漲價 缺貨還不至於啦 那漲價絕對勢必難免 那到底會漲多兇 那就看中國的動作有多大了 但是時間拉長來看的話 基本上也不會有太大問題 反正大家都有去醞釀 都有去都有這些東西的這個運藏量 所以我未來就會去生產這些東西喔 好那所以呢我們看到這些公司做 開始要去採購這部分了 那美國會不會有對應的動作 那當然就有啊 其中就是我們主要我們之前提到過的 現在美國去封殺了中國的晶片 我們之前也講過 不會只有封殺晶片 很有可能就是 連雲端運算都要去封殺嘛 因為我們前面講過 你現在尤其這個AI的晶片 非常非常的貴 那很多小公司本來就買不起 所以我就怎麼樣去租你這些 美國大公司的雲端運算 所以呢像包含的微軟 包括亞馬遜 乃至於Google 甚至蘋果 他們都有在從事這些業務 所以喔 欸美國現在想到了喔 你中國公司可能不跟我買晶片 可是你跟美國的這些公司租 雲端運算 我照樣有一樣的功能嘛 所以這也不行啊 所以呢美國接下來有可能就要去封殺這一塊 好可是封殺這一塊呢 漸漸就打到台灣的廠商了 為什麼 因為我們剛剛說的微軟 亞馬遜Google 他們根本自己都不生產伺服器 都是台廠嘛 所以你看到今天台廠的伺服器概念股 基本上幾乎都是跌的 包含廣達 人寶 韋影 音業達 技嘉 乃至於鴻海通通修下跌 尤其音業達今天跌最多跌了4%多 那技嘉也跌了2%多了 那鴻海跟韋影也都跌了1%多 這就是我們之後要去觀察的部分喔 那我們再看到印度的部分喔 印度的這個真的 他們的這個願景越來越大 你看到這個布丁最新在他的推特又說喔 我們不但要越來越強大 我們2047年要成為領先國家 他講得很保守喔 什麼叫領先國家 白話來說就告訴你 我2047年要成為全世界GDP低多的 世界第一大經濟強國 還很早啦 先超車中國啦 現在中國是莫敵的大貴人啦 對 但也不要小看他 你不要覺得他在吹牛喔 因為他現在已經 印度的GDP已經是全世界第五多 第五多的囉 可是就在上禮拜 高盛有發了一個報告 在日經新聞裡面有去轉載這個報告 他提到說2025年印度就會操位日本 成為第三大的經濟體 也就是說僅次於美國跟中國 所以你看到這一波印度股市 是不是就是一路往上漲 你看到漲幅雖然不多 但是我們在之前節目也講過 因為他去年已經就創歷史新高 那大家都在頂的時候 他就已經漲 也就是說他的基期相對高的情況之下 他還能夠持續往上漲 但是對應的美光雖然投資成功 可是我們台灣的鴻海跟當地的這個 Mendata這個礦業公司要核資蓋的 這個半導體公司 現在傳說要破局了 破局的原因其實最主要是 因為他們拿不到原本一霸半導體 當然要授權的這些相關技術 所以印度政府說 我要高科技 可是你不能給我高科技 因為你只能給我40奈米 那我當然不給你補助 好但是印度政府也意識到 我們可這個標準可能太高了 所以他可能要下降 讓這個鴻海可能還有機會捲土重來 好我們稍後回來